很多其他的YouTubeアップ猪 他们都想知道这个上海的情况 包括国外的 比如说澳大利亚的ABC 你们真的没有吃的吗 很多这种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挺片面的 但是给我机会回答是挺好的 近日BBC片面报道张江事件 在华外籍记者连发久推批捕的新闻引发关注 中心社记者独家视频连线 在此新闻事件中发推批捕BBC片面报道 目前正居住在上海的新西兰媒体人安博然 还原他在上海的真实情况 以及发推后的生活 安博然告诉记者 外媒很多关于上海疫情的新闻报道都非常糟糕 有很多事实性错误 尤其是BBC记者白洛斌的一些不实报道 令他非常生气 他认为自己应该对他的言论进行反驳 我看到这些报道的话就感觉非常的生气 如果他在国外再报道上海的情况 我会理解如果他有一些小错误 但是那个人他一直住在上海 he has no excuse to keep doing these terrible reports 我觉得他特别的不专业 他写的报道都有很多错误 比如说上海政府说 上海60岁以上的人 62% are fully vaccinated and 38% have had booster shot 但是他写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写的是上海60 years and over have only 38% vaccination full vaccination 这完全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必须要去他的twitter那边 correct 他的错误 我觉得挺重要的 在谭吉自己发布留言后 被一些人攻击一事时 安博然说 他并不在意旁人如何看待 但是作为外国记者 看到其他的外国媒体 发表对上海疫情的不实新闻报道 他觉得非常苦闷 我纠正他的话 我觉得是我必须要做的挺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会有人来骂我 来攻击我的话 我真的无所谓 没有办法了 其实我最近没有怎么关注 这些外媒的报道 因为我觉得太苦闷吧 我就知道他们会怎么样 所以我就不看了 但是我最近有很多人 比如说新西兰的朋友 新西兰的家人 他们都一直发我消息说 哎呀 你真的会饿死了吗 之类的 我说哎呀 不要看那些报道吧 因为太片面了 所以我就知道 现在的外媒报道 对于这个上海的情况 一定是挺糟糕的 所以我就不看了 安博然说 最近他接受了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西方媒体的采访 对当前上海的疫情防控情况 进行了客观描述 他说希望更多人能够听到中国声音 此外他也在继续纠正BBC记者的不时报道 那些外媒的那些新闻 问我的问题都比较那种 你懂的 比如说 哎 这是真的吗 你们真的没有吃的吗 很多这种问题 所以我觉得 他们还是挺片面的 但是给我机会 回答是挺好的 因为比如说得告诉他们 这个城市上海 这么多人 一定会有人不满意 一定会有人不开心 这是 我们都是人类嘛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 基本上做的挺好的 BBC的 每天 他每一个文章之类的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 最近已经挺累的 因为每天都要correct他 所以我觉得 是个很好的机会 来给他的粉丝 看这些正式的一些新闻吧